2018年7月26日14点29分,28秒来源,观察者望台外交部长向美军求援,台军将领却气炸怒骂。 据台媒7月26日报道,对于台外交部长吴钊燮,23日接涉美国媒体CNN独家专访,提及若美美国持续军事支持,台湾亦被大陆武力占领言论,台陆军退役少将。 中国国民党黄国元党部主委于北辰表示,国防部应该向外交部提出抗议,吴钊燮说法对台军极大侮辱,吴钊燮必须对台军道歉,台军常年累月的牺牲,流血流汗,都毁在吴钊燮一张嘴上。 吴北辰图片来自中评社。根据香港中评社报道,吴北辰对于吴钊燮接受美CNN专访,看完非常细分,他认为,吴钊燮的说法,讲白一点就是向美国乞讨,如果美军不协防台湾,大陆就会武统台湾。 这种说法是对我们国防备战的鄙视,吴北辰认为,身为外交部长,对台湾的发展应该充满自信,结果在美国人的面前,示弱乞讨,盼望美国派兵协防台湾,做出一些承诺,才有安全,这就是对自己的军队是不信任。 吴北辰称,国防部长过去不论冯是宽,或是现任的严德发,都信心满满告诉民众,对于保护台湾有绝对自信,只要台军在大陆休想,愿雷迟一步,结果吴钊燮,不知是招朝谢还是寄居谢,把自己的自信寄居在美军,只能说丧权辱国,这是极大的侮辱。 吴钊燮资料图与北辰感叹,他从军以来,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外交部长说这种话,竟然说我们的国防无法捍卫自己的安全,对我们台军没有一点点信任,这对流血流汉的台军,事情何以堪,有关军事同盟的议题,与北辰认为问题更大,因为美国人每次来台湾,对汉光演习的评估都讲一句话,我要指导你们捍卫的决心, 结果吴钊燮的话,等于说美国不来帮我,我就保卫不下去,这样更糟糕,于北辰表示,美军还在协防台湾时期,都没有站出来,战争由你们来打,美国只做技术指导与武器销售,不管是奥巴马或者特朗普都一样,美军不会投入台湾战场,台湾安全还是要自己捍卫,责任编辑,翟霞,PX-029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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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